你怎麼看法官參選特首的選舉 對比現在的議事實上有參選人 你覺得他合不合適? 過去都有法官參選 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都有法官 當時李福善大法官 所以法官參選都有先帝 不過當年就是陪考 你覺得他這次出來是陪考多 還是認真出來選舉 有很多人說這些事實上 你出來會成功嗎? 不知道 因為胡官未來找新聞黨 如果他找我們 我們當然會很客觀 聽聽他的意見 看看他有什麼政權 我們會很客觀評估的 擔任香港的行政長官 中央政府官員都開出幾個理由 除了中央的期待之外 香港市民都有訴求 有很多問題 土地房屋 經濟發展 青年人出路 教育 很多問題都要跟他談 如果他來找新聞黨 一定很樂意跟他談 你覺得他參選的意見 合十四 你自己考慮會合十四 我本人未有決定 法官過往都有參加過 李福慈法官 合不合適就要看他 拿出什麼政綱出來 是嗎? 你事會否影響你決定 三選沒有這個考慮有信 我暫時未有什麼決定 你會否考慮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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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什麼程度看下 才會決定 我想在提名期結束之前 所有有興趣的人 都可以在提名期 一日明節都可以參加 是嗎? 法律上 對自己現在興趣難在的對手 你覺得聯隊相對有什麼優勢 我現在都不知道 你說哪些潛在未對手 我很難評論 也不應該由我來評論 是嗎? 如果有人宣佈參選 就由選委會評論 其實這些一切都言之過了 因為選委會都未選出來 很難說 也可能有些人覺得他比較清高 是嗎? 法官是比較 形象是公正 是嗎? 是嗎? 這些是暫時都言之過了 是嗎? 是嗎? 好 多謝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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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